而在会刊之后 县员黄兴也了解了相关单位全职上的问题 也决议择期召开专门会议 来和华丽县政府全职中央单位来召开正式的会议 共同研议七七高地未来规划的观光新景点 来带动地方的经济产业 一个小时现场会刊之后 县员黄兴也做出决议 欢仙会则是在召开正式的专门会议 邀请东莞处、国产署、农业部、华丽县政府观光处、建设处等相关单位 来面对面解决当下的问题 七七高地金方移走到临县上面去的固化云区的部分 现在是在临县上面 那这些人就是闲置了、废除了 那接管单位非常的多 国产局、林务局、东莞处等等 那将来是不是能够作为适度的开放 低密度的一个开发跟使用 来推展我们地方的观光产业 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它实在很漂亮 而且很多的故事在这里面 那希望将来大家共同的关心 议会今天特地来到现场来做踏勘 其实大家关心这里很久了 那县政府 我相信县长也有共同来关心过这个地方 但是产权的部分因为太复杂 所以还不愿意来推动 但是时间上可能比较不允许的部分 我们没有办法再等待的部分 因为明年国土规划即将要上来 上来的部分 对于这个地方的规划 县政府是不是有提出相关的规划 将来都开发的一个意愿 以及将来的那个管理的部分 都很重要 那能够争取到无偿拨用 或者是说代管等等 那我相信也有原出民的陈株土地 私人土地都在这个区块 那回到议会 我们会做在做相关的一个整个工作 在国土开发上来之前 我们先来厘清 这个部分 县政府的部分 有没有做适度的一个规划 希望它土地的规划的部分 不要越绑越紧 没有办法让地方来伸手伸脚 来推动地方的逛逛 是我们今天来看的 主要的一个重点 但是军事基地的部分 已经移除 没有办法 没有所谓的军事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脚步的部分 可以来做更好的一个推动 我相信才是地方的一个福气 现言黄欣表示 花园收封向七七高地 可以说是知名的花园免费景点 曾经是国军驻扎的营区 因为年九四休飞气之后 慢慢有人发觉 是远眺海景的好地方 因为从均匀屋顶可以360度 阻碍欣赏海景和山河 而这次将会组成专案会议 来彻底解决地方的需求 带动云老村新亮点的好地方 记得交往手温上不倒